今天的两会举行的是财经部委的专场记者会 信息量非常的大 比如说央行说降准还有空间 发改委主任则是回应了特别过债 而新任的证监会主席吴清 则是谈到了很多市场高度关注的问题 到底说了些啥呢 首先他说要规范减持 对于技术性离婚 融券卖出 转融通什么的 要进步的堵住漏洞 第二呢 他说要做好入口监管 企业IPO不能以圈钱为目的 之前呢 大家都在形容说 A股是一个有很多洞的水桶 虽然股民们的钱 不断的在哗啦啦的流到桶子里去 但是像IPO大股东减持等等这些事 就像是很多的漏洞 不断的从桶子里面往外漏水 所以咱们搞了几十年了 桶里的水还在3000点晃涌 还有他说了 如果市场以后再出现非理性的剧烈震荡 流动性枯竭等等的情况 该出手是要果断出手 比如说今年春节前A股的异常波动 还有2015年时候的股灾 2016年初的熔断等等 那看来以后市场如果再出现 类似这样的情况 证监会就会果断出手的 还有第四点他说 在这样一个中小投资者 站到绝大多数的市场里 保护投资者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是证监会工作的核心任务没有之一 这个提访呢 是最近一段时间里 才被明确提出来的 毕竟大家都知道 如果散户都活不下去 都不玩了 那这个生态不就崩了吗 当然了 保护散户可不是说 一定要让散户包赚不赔哈 但至少制度上得一碗水端平嘛 所以呢 他也说了要严打造假欺诈 严打操纵市场 严打内部交易 像之前大必要关注的量化交易 也表示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趋利避害 突出公平 还有第五点 对于如何稳定市场 他的说法是 一个基石五个支柱 一个基石呢 简单说就要把上市公司的质量提起来 那五个支柱呢 指的就是资金制度 市场机制 机构服务和监管执法等等 就拿资金来说好了 咱们的市场最缺的就是长钱了 可是怎么才能吸引到长期资金参与呢 那么就得把前面说到的制度 市场机制 机构服务等等做好 另外呢 他还说 要鼓励上市公司分红 一年分多次 特别是在春节之前分红 让大家好好过年 在两个多小时的发布会里面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话 保护中小投资者 是最核心的任务 没有之一 希望说到做到 带货一哥李佳琪 突然就飘了 他最近在带货花戏子的美理时 有网友说贵 结果呢 他直接跟人家怼上了 说这么多年 都是这个价格哪里贵了 这句话其实也没啥啊 因为贵或者不贵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嘛 关键是 他后面又接着说了一句 有的时候 得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了 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这句话一下就捅了马蜂窝了 哦你的意思是我穷 就是怪我自己不够努力吗 其实李佳琪之所以说话这么飘 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 他太有超能力了 有数据显示啊 作为网络带货界的No.1 在2021年 他的净收入达到了18.56亿 注意啊 这是净收入 也就是扣税后的 什么概念呢 每天能赚到超过500万 滴答一秒钟过去 他的兜里就会有59块钱进账 像这样的赚钱速度都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力了 就算是拿中国最能赚钱的公司跟他相比 他都毫不逊色 在美股 一共目前是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 有一半的 营业收入都比不上他的净收入 如果按照净利润比的话 那有93%的上市公司都是比不上他的 我看了一下数据 如果按照半年赚9亿来算的话 他大概相当于整个重庆百货 或者是浙商证券 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觉得作为消费者 质疑商品的价格是否合理 这真的是很正常的 那作为主播呢 完全就可以从物价 从原材料 从工艺等等角度去做一个解释和说明 但是他却去审判了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工资涨不涨 去抨击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然后呢 有网友把各个美妆品牌的美比 每一刻的价格做了一个整合对比 结果发现花西子美比的每克的价格会高于大部分的美妆品牌 所以呢就有网友调侃说 一只美比一克的价格相当于1.5克的黄金 这个花西子比黄金都要贵啊 当然了说到底大家觉得CB冒犯的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那句 工资没涨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工作 但是平心而论啊 工资不涨 真的是我不够努力吗 很多人的职业特征就决定了他收入的天花板了 更不用说现在的经济不景气 对于很多人来说能有工作就不错了 哪里还敢挑挑减减奢奢望收入增长呢 就好像那几千家赚钱能力不如李佳琪的A股上市公司 恐怕也不都是他们的董事长高管和员工们不努力吧 最后呢 其实我觉得像网红渠道这些的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当中间商成为了经济最核心的环节的时候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正常 国货的崛起 还是应该多在公伎侧上下功夫呀 又是一场无望之灾 十万股民真的是欲哭无泪呀 大周末的东北的一家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 景州港突然又爆雷了 财务造价86个亿 周二起交被ST 那在当下这个市场环境下 ST之后不知道得有多少个跌停呢 景州港这家公司算是A股的老牌企业了 93年成立 99年就在A股上市 它目前的第一大股东是辽宁国资下面的港口集团 这个景州港的资历很老 当年是中国第一家正企分开 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港口 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 是整个东北的中西部 内蒙古的东部 华北北部 乃至蒙古国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最便捷的进出海口 那港口嘛 大家理解不就是吞吐货物呗 相对来说 汗老保收 利润是有保障的 但这家公司不知道脑袋搭错了什么金 它居然通过旗下的子公司刷单 左手采购电解铜 沥青棉花橡胶这个物资 右手再卖出去来增加业绩 根据证监会的认定 从2018年到2021年这段期间 它一共虚增了86个亿的营收 以及几千万的利润 这个事就让人很费解了 它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目前按照坊间的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 要么就是公司想要做大营收规模 上个500强企业榜单什么的图个名 要么呢可能就是想通过增加营收利润 在银行受信贷款方面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最终还是暴露了 公司公告说6月3号起停牌一天 复牌之后就ST 这个ST对股价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在新国际条之后 政筑会就加大了对于这些僵尸公司的出清力度 基本上只要戴上了ST的帽子 接着就会是连续N个跌停 有媒体统计了一下 8家公司在ST之后是整个5月份连续20个跌停板 这个跌幅呢虽然说每天只有5% 但连续20个跌停啊 那也意味着股价的三分之二没有了 直接是砍到大腿斩了 锦州港目前市值算有40多个亿 但是呢它的股价只有2块多钱 在连续跌停之后 很可能会进入到1块钱的区间 濒临1元退市的危险经济 锦州港闹出这个事对于资本上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首先呢这是一家东北企业 之前呢市场上就有说法 投资不过山海关 大家会觉得东北的企业可能问题会比较多 但是呢之前尽管这样还是仅限于民营企业的 但是呢当锦州港这种浓眉大眼的国企业 爆出造假的事的话 那真的就有点毁三观了 以前大家觉得国企可能只是效率低一点 成长性差一点 但至少不怕它造假 因为领导没有动机跟动力呀 现在连这个底线都没有了呀 那市场对于一些特定地方的相关企业 可能也会产生信心冲击了 当然了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以前大家觉得国企身份是个护身符 证监会在查处国企背景公司的时候呢 枪口可能会抬高一寸 但是现在看来 在新国诀条之后 监管城储造假是动真格的了 不管你国企名企一视同然 这对整个市场的长远发展来说 也是好事 最后呢 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下 一些固有的投资思路一定要改变了呀 以前有国资信仰 可资源信仰 低价股信仰 现在通通都不实用了 如果再要沿着以前的老思路去投资的话 可能真会碰到头破血流 一定要记住 以后青年所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 最近这段时间 关于AI诈骗的消息铺天盖地的 因为随着AI的进步 骗子可以通过AI的技术 伪造你的声音 换脸 造出你的替身 跟你的亲友们去视频通话 骗取到他们的信任之后呢 再跟他们要钱 所以呢 当现在咱们还在担心 AI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已经有人被AI掏空口袋了呀 安徽警方刚刚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案例 骗子呢 先拨通视频电话 故意让你看到他的脸 但几秒钟之后就挂了 说他在开会 没有办法继续通话了 然后呢 再让你加他的QQ 找借口 让你给他转钱 有人仅仅通过9秒钟的视频通话 就被骗走了245万 不过还好呢 这位受害人 事后很快就跟朋友又联系上了 知道被骗之后 马上就报了警 现在已经追回了132万 中国互联网协会就提醒大家 在AI这个时代里面 不管是文字也好 声音也好 图像也好 甚至是视频 都有可能是深度合成的 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事情呢 要知道市面上所有的诈骗 都是以下的套路 首先呢 骗子跟你进行接触 再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获取到你的信任 然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 最终让你按照他的指示 做出一些伤害你自己利益的事情 在这一连串的步骤中 最难的是哪一步啊 获取信任呢 但这一步如果做好了 简直都可以达到洗脑的效果 在以前的时候 想要获取到陌生人的信任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 假扮权威人士啊 比如我是公安的 我是法院的 我是检察院的等等 但这样的诈骗呢 一旦金额大了的话 也很容易引起人怀疑 可是当骗子们 已经开始使用AI之后 这个玩法已经变了 它的用时更短 见效更快 也更容易获取到你的信任 这个时候 这些骗术的杀伤力 只会变得更大 甚至完全有可能 把你的积蓄全部都掏空 要知道诈骗可反诈骗 这对毛和盾 总是毛跑在前面 反诈骗的盾在后面紧紧的追 那么在现在还没有找到 更好的盾牌之前 同时又在AI 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以后要怎样去信任一个 不在跟前的熟人呢 只能更小心更精神了 所以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 以后如果再碰上亲友 让你转账汇款的 我给你总结了两个建议 一定要仔细听 第一呢 延长语音通话 或者是视频通话的时间 真正熟悉的人 性格脾气很难造假 多聊几句 最好聊些以前没有聊过的事 总会发现破绽的 同时目前的AI技术 还没有完全达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视频的时间稍微长点的话 就会出现口型错误啊 边缘抖动等等的情况 你甚至可以建议一下 对方是不是能够 大幅度的摇下头 张下嘴等等 第二就是 一定要回拨手机号码过去 或者是再用其他的方式 交叉验证一下 它跟你借钱是不是真的 总而言之 AI这个磨合已经打开了 它的好 它的坏 我们都只能一步步的接受 印尼居然要对我们加关税了 印尼贸易部长公开宣布 计划对中国制造的鞋类 还有服装等等产品 征收高达100%到200%的关税 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带印尼如初恋 印尼带我如诈骗 中国是印尼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连年占据着榜一 也是印尼最大的投资方之一 去年给他们投了73亿美元 是我们在东盟砸钱最多的地方 尤其是以电力为主的基建 可以说全是中国一手带出来的 但是印尼显然没有考虑这些好处 他只看到我们抢占了他们的市场 像这两年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是有一部分转向了东盟 印尼的轻工业 尤其是纺织品 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印尼的税务部门正在制定计划 考虑到印尼 它主要是从咱们中国 还有越南和孟加拉进口纺织品的 所以这些国家的产品 可能就会成为印尼新关税的目标了 要说起来 对于他们的冲击确实是有意些 从2020年之后的三年 印尼的纺织品和服装进口是大增了40% 成品份额中国占到了66% 原材料份额我们占到了48% 那印尼就会担心了 自己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都降到了60%了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产业怕是要崩溃啊 很可能会造成大批的失业 但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曾经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过 就在6月份 两国双元项目在印尼破土动工 这个项目干什么的呢 它可以直接给印尼带来3000个就业岗位 还能够帮助印尼填补高端面料制造的空白 永久地提高印尼纺织业的竞争力 但是奈何人家不领情啊 我们想帮他们赶紧升级 把他们带出新手村 但是人家呢 只想把我们赶出去 怕我们耽误他们打小怪 那你说加关税的这个时候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对一些出口的企业肯定是不利的 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业品 主要像是那些电子产品化工材料 还有纺织品这些对于印尼的出口是比较多的 那这些行业的公司 尤其是受到关税直接影响的纺织品 对于印尼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但这个事呢 如果单看印尼其实也还好 主要还是怕这个事 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东盟的贸易格局 2023年开始 中国RCEP对印尼正式生效 按照这个协定 90%以上的货物将实现零关税 可是你看现在才过了一年 印尼就出尔反尔了 如果说东盟都像印尼这么搞 那么畅通无阻的贸易环境 就会被破坏了 我们的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 又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一些企业呢 可能只能被迫向高端去转型 其实话说回来 不管贸易伙伴是谁 我们都没法对他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我们只能走好自己的路 坚持调整产业结构 制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 像欧美呢 是害怕我们发展高端制造 东盟呢 则是害怕我们发展低端制造 这没法选啊 要选 只能选择发展航母制造 这或许就是